首先在这个桌面上打开 最重要的是要进行那个你要试验的波形设置 这些阵弦波呀什么这些波设置好设置好了之后 你像刚才他这里显了能变灰的就是那几个 就是这些设好了就点确定就行 然后这里就会跟着改变 然后像这里那个参数设置好了之后 这里就会改变 然后像这个一个一个来介绍 这个这个是控制那些伺服阀的 就是检修的时候用的 一般也不要用 就是万一有点问题 你想通过手动来判断这个阀是不是正常 就要通过这里来操作 然后这个是到时候有故障报警 各种故障 堵塞呀 超压呀 超温啊 急停啊还有这些报警都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然后这里是设置那个传感器量产的 就是万一我某个传感器坏了 我更换 但是你在国外不是要很多时间吗 如果我在本地买了个传感器 可能那个量产不一样 我这里不是试试的吗 那你这里就可以更改 在这里更改 就不需要我拆机改后台的软件了 这个 然后这里 这个就是传感器叫零的 就是说万一传感器是正常的 但是有一点点零飘 可以通过消除它来 把零飘叫掉 叫掉之后可以正常使用 然后这里面系统设置最主要是那个 停机条件啊 泄漏判断啊 然后还有换油的一些穿输 然后像在泄漏判断有两个 一个是压力 一个是位移 位移就靠这个油缸的位移 油缸的位移就是类似 但是如果你很快就到头了 本来我一般打压 可能就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左右 你突然打几下就到头了 那可能是设备漏了 或者产品那里有泄漏了 然后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类似我压力打不上去了 你照着这边看一下 像这里打不上去了 那它说明空间也有泄漏 然后像这个停机次数 就是说有些是可能排汽没排干净嘛 会导致它给移下到头 但是这个所以说这里有个次数 就是为了减少由于汽没怕干净 而导致误判 所以说它这里就假设我搞个五次 都很快到头了 或者压力打不上去 那这个时候就认为它泄漏了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设置的 然后像这个换油 这些就是指你更换那个产品内部的戒指 就是做久了 因为那个温度啊 如果客户对温度有点要求 就可以在这里进行设置 设置之后它就可以更换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也是你 像这些排气的时间啊 都在都可以在这里设置 设置完了就点确定就行了 然后这个设置这些讲完了之后 然后这报警信息是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使得一些压力啊 温度 试验次数 还有填充压力 这些的就 显示 动态显示 就实时的显示 然后这边就是 你要根据那个锅形 就是说可能参数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像我刚才这个是 化石造化的嘛 我就选 到时你自己标注 这名字可以自己标注 添加 这些都可以的 然后像这里直接点那个开始 这里选择了好之后点开始就行了 然后它会提示你 就是它说的冷油机就是那个你的那个冷切塔 然后 合适的参数是就是指这里 就这里有没有写 就这个 如果你点一下试的话 然后再切定 然后这个就是看刚才说的 它如果你以前有做过 比如昨天做过 我昨天做了一千次 我今天想接着昨天或者前天或者以前做过的接着做 直接就点试 如果你点否它就重新开始创建一个点起销的话 点试 但是假设我接着 因为这里要好多嘛 我接着这个 那你就写 写中哪个要接着的就行了 点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自动开始做实验了 做实验它这里有过程提示 第一步就是调节系统压力嘛 然后它等那个压力调上去之后 它就会 它这里有个 要等才稍微等 它就慢慢再调整 这个时间就是根据刚才设定的那个里面的来的 刚才那个时间就是这里嘛 到根据这个时间来 就是你设的 因为到时候客户接了弓箭 可能要多排一下 因为现在是堵头嘛 就没什么影响 这样它就会开始做实验 为什么刚才停呢 那是因为这个次数设得太小了 然后这里已经 原来已经有200多次 所以它直接就认为做完了 如果没有做完 它就会 打波形 就会先前看到的那种 做波形 那种 做完了 然后你在这里就可以查写了 点击这个模糊查写了 写个前部信息吧 如果你也可以选择 你如果你知道这些也可以写 如果你不知道就知道写就可以点这个了 如果你不知道你就直接写前部就行了 它到时候会按日期排 你看今天做的它就会在这里嘛 这里有日期时间 然后点右键 查看就 这个就行了 你看这个波形就出来了 然后导出报表 它这里可以看得到 就这个 就这个嘛 刚才这个 然后又关掉就关掉 它这个还可以 就是你感觉 万一这里设错了 它还可以修改 就这产品的信息嘛 就客户 可能万一前面填错了 可以直接修改 修改了 再保存进去就行 你看它就直接给你修改了 把这里这里这些东西 基本信息都可以修改了 刷新一下 它这里就会变 刚才不是改了个这个嘛 对你看就行 然后如果搞完了就退出就行 这里有个软件退出 直接点确定就行了 那就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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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